环境教育是三重国小的发展特色之一 配合2015年新北市教育品质年的主轴 也选择了食农教育作为发展课程和活动的重点 让孩子体验种植的辛劳和乐趣 在老师的指导下 三重国小的学生兴奋地帮这些蔬果浇水施肥 在学校顶楼的开放空间中 从原厂的布置 育苗 施肥等 都有学生一起参与 我们学校就有申请市府的三万块的补助 那营造了这些盆栽 希望我们在三年级自然科教学的时候 小朋友每个人都可以用盆栽来做植物的种植 透过老师的指导 学生增加了栽植时数的知识 也能亲自体验到心情付出才能开心收获 无论抓虫还是浇水 大家都做得很开心 帮我的蜗具施肥 因为帮它施肥的时候要先撒在土上 然后再把它压下去 除虫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虫子 会咬掉我们种的植物 你都不会害怕除虫 不会 学校从学期开始将这样的体验 融入在自然课和园艺社团中 让鲜少能全程参与的都市孩子们 可以克服种种的困难 以有机栽培的方式完成 G9省志用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